大成的 你浪费的电话费 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你的地方也太费了 我拐了这些玩儿 要不这些胡同才到啊 酒香不怕 像得深 好货不愁有埋主 这话倒对 我打电话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现在呀 做了一个批发油的生意 就想找一个呀 长期合作的伙伴 所以我就找到你了 那你找我你就找对了 我敢说我们大成的生物有限公司 生产的产品是嘎嘎地道 嘎嘎正宗 嘎嘎醇的地勾油啊 我知道 要不然能找你吗 那个你的油都是什么价位的 价位 你看你往哪卖 咱这个是销路不同的 咱价位不同 小商小贩一个价 星级酒店一个价 机关食堂一个价 那就是机关食堂的吧 这个价我一个人还订不了 我跟他们商量一下 好 机关食堂 少三千一吨你们干吗 不干 干 回去 小小小小 不然你大自发 他们说了 少八千一吨不干 钱肯定没问题 主要我是担心啥呀 你这个油能行吗 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 但是你不能怀疑我的产品 不 我不跟那个意思 我就说你这个油啊 这个油号能不能达标 能不能达标 都超标 超标 我 我们工厂呢 就是生产的产品呢 是工艺精湛 是分工明细 不信你就上我们车间看一看 陶老主 来 Let's go 陶 干啥呀 大藤上 停 他们是陶老主 每天呢 起早贪黑 挖地沟 拉盖水 不容易啊 他这是职业病 看着哪都想逃 你别 别喊我头发呀 停 那点头油不够干啥的 回去吧 陶老主也太敬业了 敬业的还在后边呢 初恋主 Let's go 哎 不是 这恋油还出对象吗 初恋 初恋主就是 把那盖水拉回来以后啊 第一步 由他们来提炼 你看给我熊的累 都累脱水了 这样吧 晚上呢 给你俩那个伙食改善一下 一人一个炸鸡腿 这咋的了这是啊 那个 这个鸡腿吧 是地沟油腿的 你看 卖不出去 就得自己消耗 你还喝多了 哎 这位是干啥的 他是放风煮的 你拉倒 我这喝的五米闪到的 给谁放风啊 你只见七一 不见七二 真要是警察来了吧 他这门口放风了吗 警察只要逮他 他嗷居上的 全村的狗就都叫唬了 我们就知道信号了 哎呀 这没成想啊 这么有感召力啊 是 大厂长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啥呢 就是你这个油啊 咱们人吃了以后 会不会吃出毛病来 肯定没毛病 你不信你问他 阿脸 过来 他刚到我们公司来的时候 我们公司呢 这核心业务 他根本就不知道 看我们有油罐的 天天往家偷油 十二年 你看 啥事没有 你看 啥事没有 你看 你看 咱们活不来 咱们活 咱们 你再拉倒 这不就是吃出毛病来的吗 不是 这是吃出毛病 咱也不怕 我们还有法律救援主呢 法律救援主 这个主是干啥的呀 这帮孩子吧 精通法律 真要是警察来抓我们 他们有一套词 专门对付警察 要警察难以取证 谁有这能力 那不信 你试试 就假如说我是执法者 他们就不能让我取得证据 那肯定的 有这能力 那我试试 你 你是什么主的 我 你不知道吗 你是掏牢主的吗 我告诉你 你掏牢餐厅的垃圾 进行炼制地沟油 你犯法了 我不知道哦 那我哪管那事啊 他们练地沟油了哦 我是个拉盖锥的 怎么 我们拉盖锥还犯法吗 拉盖锥不犯法 那没有我啥事 你啊 差一连地沟油 你犯法了 我练油了 我也练地沟油了 但我不知道那是给人吃的 你是干嘛的啊 有事找我们老板去 哎呀你这 你这人说话得这么横的 谁横啊 你干嘛的 你上这屋渣渣的 我告诉你 这是五菌车间 你赶紧给我出去 哎呀我与妈 你还找个五菌车间 我又说你跟烟地沟油 里有什么五菌车间 我说的话 你犯罪以后 我告诉你 我犯罪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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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以后你对着你父母 对着你 你把我犯罪以后 干嘛呀你啊 谁呢 你们老板呢 我是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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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怎么的呢 不是啊 你是老板呢 我是老板 哎 你顺嫌呢 你这 炼制地沟油 你的公司已经犯法了 知道不知道 那个这个先生 请你不要先下结论好吧 你看一样东西 你就知道了 你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我们大城的生物有限公司 是有营业资质的 我们是生产地沟油 但是我们的油吧 不给人吃 是给飞机用的 哦 飞机用的 先生 请问您买油吗 啊 您是卖什么油的 我是销售标准实用油的 啊 你这个标准实用油啊 就是用地沟油做的 您哪 犯法了 啊 啊 哦 哦 买 盖子 啊 我不知道 哎 不知道 我卖的是 提供油 哎 我就知道 我进的货 都是标准实用油 哦 我怎么会干 那种没有良心的事情 我是无辜的 你看 我都怀孕两年了 我怎么会干 那么没有良心 确实的是 忘了 我不是 哎 哎 哎呀 这别说是装的还看你像啊 怎么样 我们敢说 我们把自己的责任是 吞泻的一干二净 高啊 高 实在是高 高的还在后边呢 你再看看我们这个 诉苦组 还有诉苦组 专门是感动警察的 哦 啊 丑啊 丑 一天干活没有头 推着那小车找地狗 为的是挖点油 吃饭我都吃不饱 吃饭我都吃不饱 睡觉我也睡不够 身上的衣服没个心 现在闻闻还挺臭 亲亲朋友不敢见面 天爷还得躲着走 这样的日子没法过 啥事才能熬到头 啥事才能熬到头 大成长 大成长 他们是真能感动警察呀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上诞了 他们是为了拖住警察 让我们大度逃跑 赢得时间用的 啊 哈哈哈 你说这要不说 谁能知道啊 就这一个造假的队伍里 还有这么严密的组织啊 配合 我呢 答应过他们 要好好照顾他们的父母 并且呢 给他们父母呢 一笔钱 他们时时刻刻 为我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太好了 跟你合作 只一百个放心 现在我们就签合同 我先定五吨的货 然后呢 我向你去扔点定钱 不用 货到付款 成信至上 好好好 地址给我就行 好 来 这是我的地址 兄弟们 过年咱来钱了啊 哈哈哈 生活地址 辽宁 水阳 兄弟们 去 哎 别找我 别找 别找 找啥呀 你早点把地址拿出来啊 你要把这地址拿出 我就不跟你谈这笔生意 非得劲都犯不下 你生活地址辽宁 现在谁敢把波王辽宁送 现在辽宁专门成立个 打假那个部门 我那送假货 那不找死吗 那不火坑里跳吗 那不是 大成长 你还知道啊 我能不知道 我是干这玩意的 你 你是 我是警察 啊 大成长 你涉嫌非法炼制地沟油 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 你已经被捕了 跟我去官局 哎 你俩干啥呀 啊 你俩是干啥的 告诉你啊 我 是辽宁食品药品侦查大队的 真是怎么没人跟我说呢 你就逛喝去 你还知道什么 不 警察同志 我还不算晚吗 哦 不算晚 我还不算晚 我还不算晚 哎 哎 不许打人啊 不许打人 来 把他们的我带走 来 带走 走 走 走吧 我还不算晚 不许打人 不许打人 不许打人